林书说 聂夺 此去江左 分成两批 与你随行的人员都是在犹豫之后 宣誓追随于我的 聂锋大哥的事 以影响你在军中的威望 我需你在此行中重塑军威 聂夺没有管理的经验 林书更是知道聂锋的事情 对于聂锋来说影响深远 他不知道聂锋是否真的叛变 可他知道聂锋的事 足以让聂夺叛离正轨 他现在是管理着那些 追随林书的赤焰部下 人多口杂 如果有二心者离间 聂夺会不会动摇呢 如果聂夺动摇了 甚至叛变了 那后果不是他能承担得起的 这是在考验那些部下 更是在考验聂夺 林书最后再问一次 聂夺 你可明白我言下之意 聂夺为赤焰主营大将 有些事情一点就通 无需多言 这一点深得林书的认可 聂夺说 聂夺明白 在秦远镇 安置旧部的地方 都有令前辈相邦 在魏征离去后 少帅恐众人 趁少帅抱恙 四季起乱 故让令前辈 代为监视旧部众人 如今十日已过半旬 旧部众人情绪烧定 可此去江左路途遥远 少帅又恐途中生变 少帅放心 此行途中若有变数 聂夺立刻执行少帅军令 有异动者杀 有二心者杀 有阴奉阳为者杀 林书和这些部下 是生死之交 他做这一切 也都是为了保全他们 他也不愿意下 这种骇人听闻的命令 可眼下他 若连他们都控制不住 以后还怎么行事 马夫 角力 欠夫 苦力 江左蒙给赤焰 旧部安排的身份 就连魏征也只是做了江左蒙 现任宗主的护院 离开军营的他们 能选择的职业少得可怜 那么 他呢 失了武艺 身体雷弱的他能干什么 在帮现任宗主查明 是谁下毒害他之后 他真的能留在江左吗 他又能做什么 凭什么立足江左 重生之后的他 什么都不会 他是如何当上江左蒙宗主的 令臣的轻力相助 狼牙山的陈 景色极美 令臣在林书身后较远的地方 收住了脚步 朝霞照在林书的身上略想孤单 那落寞的背影 就如当年失去了娘的他 他那句 我会陪着你 说得如此轻飘飘 可分量却比林书的命还要沉重 正是他的陪伴 林书解读过程中 才熬了过来 赢得了心声 林书昏昏沉沉的时候 令臣是这样 征求他的意见的 要不等你好了后 我跟你去江左玩 你若同意 就动动右手的宗旨 说好了 吃用住都你负责 你同意的话 动动右手的无名字 给我看看 这么好商量 那咱们再商量下 你若有幸成为江左蒙的宗主 我就把你排上狼牙榜榜首 不过你得记得 保持未婚状态 若你同意的话 你同时动动右手 食指和中指 给我看看了 令臣是在查看 林书解读的第一针 是否顺利 是否可行 使他探查林书解读 可否有效果 关节是否能灵活运动 可他说的话 他真的会去实现 他要陪着林书去江左 真的是吃喝晚乐吗 并不是 他是要以自己狼牙 阁阁阻的身份 护着林书 他是要去江左寻找医者 照顾林书的病情 他是要去江左探查清楚 替林书除掉潜在的危险 可他懂林书 是不会平白无故 接受他的好意的 就算接受 那也是强迫他 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 与无可奈何 他太懂那种感受了 他不愿意林书 经历他当初 失了娘亲的那种无助感 他才用吃用住 甩给林书 才用完了掩饰 正因为他经历过 失去娘亲的痛彻心扉 所以他能感同身受 更明白林书需要一个 安身立命的地方 只有让他变得强大 强大到可以为死去的 冤魂拨乱反正 才能稍稍让他的心安定下来 江左蒙的宗主 是他想到的最好的去处 且不说权势地位如何 赤焰旧部就在江左蒙 更能让林书安身 也更能让他立命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他不想让林书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也不想强迫林书 故而试探性地询问 若林书当上江左蒙宗主 就给他排上狼牙榜的榜首 林书动了手指 同意排上榜首 那就说明 他对江左蒙宗主之位感兴趣 也有信心 令臣自然会用自己 狼牙阁的所有手段和力量 全力相助 让林书登上江左蒙的宗主之位 江左蒙现任宗主的侍奉日下 江雄膝下无儿无女 他能够坐上江左宗主的位子 完全是源于他妻子 是江左前任宗主的独女 是入赘而得来的江左宗主之位 虽然他的妻子给他生过一个儿子 可孩子未满周岁就夭折了 虽然他的妻子很想再给他生儿育女 相夫教子 可他们再也没有怀过孩子 虽然他的妻子曾让江雄那妾 可江雄却拒绝了 他是对妻子感情深厚吗 明明江左蒙收有不少姑 可江雄却挑了两个资质品性并不好的两人为亲寿弟子 明明江雄无后 可他却拒绝那妾 明明他以拒绝那妾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深爱 可他却在给妻子补身体的乌鸡上动手脚 让他绝无受孕的可能 那是江雄的私心 那两个亲寿弟子是他的两个私生子 他不会让妻子受孕 不会把宗主之位传给妻子所生的孩子 因为那样有妻子那边的助力 他的日子不会好过 他要把宗主之位传给自己的私生子 牢牢地把宗主之位握在自己手里 人哪 一旦有了私心 就会肆无忌惮地行天坦之事 很多的事情都夹杂着小九九 很难做到公平 也很难把大局的利益放在最首位 他心里想到的始终先是自己的利益 如此江左还能好到哪里去 江左的百姓还能安居乐业吗 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 江左的百姓也希望能有一个贤明的宗主 来引领自己走向幸福的生活 一旦压迫越发强大起来 百姓就会反抗的 江雄的私心注定他终会失去江左宗主之位 林书自己的思维能力 林书离开狼牙阁 前往江左 一路被人追杀 时间过去那么久了 玄境司的人早就寻不到他的踪迹了 狼牙阁更是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自己 他能想到的杀手就只有江左萌了 因为他要查识谁给江左萌 现任宗主下毒之事 当初肃老谷主带着魏征前往江左 江左宗主江雄恰好被人下毒 卧床不起 宗主卧床不起 江左局势如何 那种情况下要吻下江左 刚刚清醒的江雄能靠谁 是靠他已经不相信的江左蒙众人 还是靠前来投奔江左 走投无路的赤燕残兵 林书确定 江左宗主愿意接纳赤燕旧部 不愿意接纳他 也不愿意接纳魏征 赤燕所到之处 谁不畏惧 他们都是良才 哪怕是最低阶位的将士 魏征虽说是副将 可他跟着的人是林书 就算不插手查案 护林书周全总是没问题的 这样的人 江雄一个都拿捏不住 且随时会离开 江雄心急之下会怎么做呢 赤燕男儿不会出卖自己的兄弟 江雄想要救部 却想对魏征下手 如果不是畏惧魏征之上 还有林书 江雄怕是早就动手了 这一点 林书心里了如指掌 他来江左的是 虽然说早就传遍江左 但是具体时日 只让魏征告诉了江雄 可这一路的追杀 总是没完没了 杀手来自何方很明显了 江雄应诉老谷主的请托 曾在江湖上放出消息 说谁能查出对他下毒的黑手 谁就能成为下一任 江左宗主的接任人 江雄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查出幕后黑手的 他早就毁掉了证据 线索 一来没有人能查出幕后黑手 自然没有人能从他手里接任江左 二来他可以借此清除一批 亏是他宗主之位的人 林书离开狼牙阁 他又放出消息 说林书是要王谷推荐的人 定能办下此案 如此根本不需要他动手 就会有人替他除掉林书 一举多的江雄的算盘打得可谓是上乘 虽然江雄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可他知道哪些人会对他下手 防备着这些人就可以了 至于林书 林书的危险远胜于其他人 他是不会让林书立足于江左的 更不愿意赤焰救部回到林书的麾下 如果林书出事 按照魏征的性子 短然会和江雄闹翻脸 彼时江雄就会借机向玄境司的暗装举报魏征 魏征被抓 赤焰救部唯有听命于收留他们的江雄 只要是露出反抗之心的赤焰救部 江雄便会将他们顺势检举 并托说这些人已经归在魏征徽下 被江左蒙无意中查获 他算准了无论是魏征还是赤焰其他救部 都不会为求活命而出卖伙伴 如此 即使江左蒙有失查之罪 玄境司又怎么会怀疑到 是江左蒙庇佑了赤焰救部 这是借刀杀人 也是一石二鸟 林书原本是重生之人 赤裸裸的来 什么也没有 可他却想到了追杀自己的人来自何方 他失去武艺 容貌大改 一切从零开始 可他却在江雄不知情的情况下 弄清楚了江雄的心思 正是凭借这清晰的思路 林书才巧妙地查到了下毒的幕后黑手 逼迫江雄不得不对现自己的诺言 把江左宗主之位传给林书 有了江雄的传位 林书坐上江左蒙宗主自然助力满满 向风而行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